大家好 大家经常在打逆风局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需要注意眼位 尤其在一二塔被推的时候 这个时候既要保护自己的野区 也需要为队友做出视野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就非常合适 同时可以看到这个野区的红buff 也可以同时看到各路的视野 这个眼睛这个插下去的时候 这个鼠标是会有一个颜色的变动 就会像这样子这个绿色和蓝色 绿色呢就是会插在这个草虫内部 然后蓝色会插在草虫外部 这个大家可以在插眼的时候自己留意一下 第一次录视频 这个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啊 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一个 这个比较常用的这个眼睛的位置 这个眼睛的位置可以看得到 这个草虫里面的过道 是我经常在打进攻局的时候 打进攻的时候 看对方的野区的这个走位 便于去反野用小手反野抓人 这个在对面的这个蓝buff插眼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眼睛不仅要插在草虫 而且同时要看到蓝buff 和这个这两个过 这个过道 野区的这个过道 所以要保持和蓝buff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然后这个是辅助的一个眼位啊 非常有用 可以看到这个三角带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河道的一个一部分 今天我在这里插 我就不去这个河道的这个草里面插了 可以看到一部分的这个河道的这个吸引